如果让你只能选择一件配饰戴在身上 你会选择哪一件 是戒指还是项链或是小披肩 你可以先将你的答案分享在弹幕中 看有多少朋友和你是相似的 如果让现在的我来选择 我应该是要优先选择手表 在我没有工作之前 其实我用手表的频率非常低 我为数不多几只手表就仅仅起到装饰作用 但在我工作之后就发现 每次在拍摄现场打开手机去看时间 非常的麻烦 特别是现在手机尺寸也有点大 遇上没有口袋的服装就会有点麻烦 手表就慢慢在我的工作中被高频使用了 既然它成为了一个常用的搭配单品 我也就迎来一个新难题 如何挑选一款既有装饰性 同时也兼具功能性的手表 我相信你们在日常生活中选购手表的时候 应该会考虑很多因素 像有些人会在意外观 有些人会在意它的价格 有些人会非常在意它的功能性 今天呢我就会从一名搭配师的角度 和你分享三个你在选购一款手表时 应该要考虑的关键点 希望你在看完这期视频之后就能找到你心仪的那款手表 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或是你喜欢这期视频内容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一键三点 那让我们开始分享今天的第一点 当你要去选择一款手表的时候 你需要考量它的机心尺寸和设计 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点机心 市面上多数的手表机心分为两种类型 实音机心和机械机心 实音机心呢是采用电池作为电源的机心 并不需要像机械表一样上悬 被认为是目前生产的较为准确的机心 我最近一直在佩戴的花语剑和距离学联名的小方表 就是选用了日本精工的实音机心 国内很多手表呢都会采用国产机心 那国产机心可能存在一个小问题 就是故障率偏高 那我们选择实音表还是比较在乎它的准时性 特别是我的工作 其实保证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们有时候和品牌还有模特 可能就牵了7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 那超时呢就要面临一些巨额的罚款 如果你和我一样非常在乎它的准时性 但又不想花太多的精力去维护它 那么实音表呢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除了实音机心之外 还有机械机心 机械机心分为了自动和手动 手动机心呢是较为传统的机心 可追溯到16世纪 它需要依靠每天的上显 来确保手表转动 而自动机心呢无需手动上显 它在表内有一个摆头 当我们在日常佩戴的时候 表头由于手腕的转动而产生旋转 从而达到上发调的效果 但如果有一段时间不佩戴 它也会停止即时 由于制作的工艺传统而复杂 机械表的维护成本会较高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喜欢隔断时间 就换不同手表去佩戴的人 那么耐用轻便的实音手表会更合适你 我们需要考量手表的尺 我们需要思考表盘的大小和表带的长度 能否和我们的手腕相衬 如果你的手腕较粗 那么几何形状的扁平表盘会更合适你 如果你的手腕较细 那么精致的方形或是圆形的手表都很合适 像我佩戴的这款形非同款的小方表 就很适合手腕纤细的女生去佩戴 不仅能够衬托你的手腕较为纤细 同时复古的设计也能够与你多数的搭配都符合 我工作日囊都会穿的比较简单 像是现在穿的T恤和载裤 那么精致的小方表就能够给我较为平面的穿搭 增加一点细节度 特别是早秋将至天气渐渐变凉 我们都会在T恤外加长袖的衬衫 或是长袖的针织衫 那表带较细的手表 就可以作为像手镯一样的装饰物 直接放在长袖外套的袖口上 最后一点我们要考量的是设计 手表的设计包括了表盘颜色 表带颜色 表盘设计 表带材质等 其中表带的颜色跟材质 是我在考虑搭配时会优先想的两个点 和我自己的服装风格一样 我选择配饰的时候 也会选择风格较为中性一点的 表带不要过分正视 像是金属或陶瓷表带的就不是很合适 但表带也不能过分的粗糙或是运动 像是尼龙 帆布或硅胶的表带 粗糙的表带很难作为 你日常搭配中的点睛单品 像我佩戴的这款由天然小牛皮 制作表带的距离时小方表 就是一个能够在正视与休闲之间 找到平衡感的一个手表 我选择的这款表带是深棕色 一是因为深棕色是大地色系 能够与秋日多数颜色做组合 二是因为深棕色不会像白色 黄色或前卡其色一样 容易弄脏 它适合多数人的手腕肤色 表带的长度也很重要 我的手腕维度是在13厘米 距离时小方表表带长度是在22厘米 对我来说长度刚刚好 可以自行调节到放松的程度 当然除了会看手表的颜色和材质之外 手表上的小细节也很重要 例如精致的表罐或是金刚表扣的 都很能够展现设计中的精细感 分享到这里 你还能够想起我在视频开头 所说的挑选手表的三个关键点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可以打在弹幕中 我这里帮你再回顾一下 挑选手表要看它的基心尺寸和设计 除了这三小点之外 还有一个点去提醒一下大家 你在佩戴手表的时候 要将它佩戴在合适的位置 合适的位置一般是在腕股以下 同时你的表盘要正对着腕股中间 如果你的表佩戴的过高 正好卡在腕股上 手腕活动不方便 如果你佩戴的过低呢 显得松滑 会有点邋遢 同时你也要将手表佩戴在你的非常用手上 方便你的工作和学习 选择手表和选择多数配饰一样 都要遵循一个最简单的原则 你自己要佩戴的舒服且喜欢 如果没有这个原则 哪怕再好的手表可能都不太合适 就像我最近佩戴这款小方表一样 我是先喜欢向它的外观 再慢慢习惯与它的存在 融入到我的日常搭配生活中 找到一款合适的手表 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 而一旦找到 它不仅能够为你的个人风格锦上添花 也会让你的生活更有条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内容的话 可以通过点赞告诉我 当然我更希望你能够分享出去 让更多想要学习朋友 可以看到这期视频保证不割 那我们下周见